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期中共擾台動作不斷 28日日日有27架共軍戰機進入台灣空域 學者分析共軍此次派遣的戰機中 首次出現運由20 被懷疑可能是在進行空中加油演練 以此大幅延伸戰機打擊行程 台灣駐得代表謝志愿日前接受德媒採訪時指出 中共擾台原因或與美國最近邀請台灣參加民主峰會 沒有邀中國有關 亦分析中共疑似想蓄意製造事端 這樣他們就有藉口發動戰爭 據美國之音報道 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星期一表示 最近敵情特別嚴峻幾乎沒有停過 他說中共軍機陸續擾台 台灣方面並沒有發佈所有此類情況 只是將比較特別的案例適切發佈 他在台灣立法院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共軍的用意不愛乎就是慢慢消耗 國軍展現的態度是你有力量我會有應對 我方會掌握機種都會演習作為之後行動方案的參考 此外面對中共不斷侵擾台灣的事實 美國方面似乎都開始行動 11月29日中國致富北京大學南海戰略太細感之計劃 在微博曝光了突發警訊 美國海軍一架P-8A反潛巡邏機從日本三宅基地起飛 由南向北穿越台灣海峽 比較以往美軍軍機飛行的路徑 通常都在台灣的北部海域或南海 巴士海峽一大飛行 穿越台海的飛行路線相當罕見 據中央社報道 國防部致富學者舒孝王指出 美軍今次穿越台海推測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很可能針對28日共軍擾台的行為 進行示威或反制 另據路透報道 美國、英國等7個國家的廠商和專業人士都在身出援手 暗中幫助台灣打造自己的潛艦 各國政府都已經提供出售關鍵零組件給台灣所需的出口許可 未來潛艦都將部署在離中國較遠的台灣東部深海 在戰時保護台灣港口 並有能力重創任何來自中共的攻擊行動 外界關注到中共十九屆陸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點名郭伯雄、徐才厚、防風暉、張陽四軍府 稱要徹底縮稱其流毒影響 分析認為敲打四軍府是要防止其殘餘勢力如死網破 在明年二十大密謀發動政變和實施暗殺行動 並乘機散黨奪權 而四軍府落馬的真正原因就是涉嫌逃謀政變 據悉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江澤民在軍中的代理人 江澤民還通過除國家空時任黨魁胡錦濤掌控軍隊 有報導稱徐才厚2014年中落馬獸查時 引起了中共軍隊內持續地震 傳聞徐才厚被拘捕前徐步下還發生未誰的兵變 總參少狀派兵變一書披露 涉事軍人多達800人 總指揮是徐才厚的同鄉名叫王毓東的副團長 兵變過程不到三小時 最後王毓東被十多名軍人押走 參與的軍人全部被武裝押走調查 而綽號為西北郎國伯雄於2015年被驅 他都不甘被拿下策劃發動政變未誰 據海外中文網博信2015年獨家披露 2015年3月3日中共兩會的第二日 北京中央警衛局9局官員而進行軍事政變顛覆習近平 習近平事先得到密報進行部署 還瞭解主謀包括曾慶雄、郭伯雄等人 另外房豐輝和張揚都參與政變 香港前哨雜誌2017年10月文章稱 兩人暗中抵制習近平肅稱郭伯雄除財口為毒 引起最高層不滿 打算令他們在十九大換屆時提前退休 但他們心有不甘 於是兩人就策劃在十九大前發動軍事政變 估不到機密被洩露 習近平果斷下手拘捕兩人粉碎了這場軍事陰謀 據悉郭伯雄、房豐輝被軍事法院判處 無期徒刑 隨財口判刑前死於旁光癌張揚上吊致盡 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點 新鄉市鳳優縣趙江鎮七成中學的學生排隊就餐 飯盒一小時左右 有三十多名學生出現肚痾 嘔吐等現象 好多學生反映肚痛 當天食的飯菜 豆腐有些縮 會菜有些腥 二十三日中午 有一位學生交掌食了學校的午餐 都出現了嘔吐的症狀 各位家長說 營養餐營養餐 一下吃到一大片 隨後家長們擔心 孩子在學校食出健康問題 好多學生家長選擇為孩子送飯 還有一些家長在校門口攔住送餐車 不讓其進入學校 面對大陸媒體的採訪 七成中學校長掩面痛哭 直言是教育局招標這間餐飲公司 他換不到這間送餐公司 我現在有吃喝的人 你不讓我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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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經營報報道 負責學校配餐的是 北京智雲恆達商貿有限公司的配餐中心 這間公司是豐幼營養午餐採購項目的第四標段中標單位 預算約為942萬元服務期為3年 新京報27日報道 11月26日記者實地採訪公餐企業在北京的註冊地址 發現該企業註冊地址所在地是一間酒店 酒店工作人員稱未見過智雲恆達公司在此辦公 2021年8月該公司中標豐幼院學生午餐的項目 10月在豐幼成立分公司當月開始公餐 航南學生中毒事件幾度衝上熱手引發網友熱議 這樣也投標政府將孩子的未來當作是工程這樣做 校長愛他們的學生面對鏡頭痛哭流涕但欲言又止 明顯是有極大的隱情 一句教育局招標你就要接受 明知道飯菜質量不好 還必須讓送餐的車進門 否則可能後果很嚴重 學生食物中毒要校長痛哭 才有一絲絲可能性被解決 現在的中國社會還能正常些嗎? 具體肉數委媒體公司The Athletic 報道 11月29日 土耳其裔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 坎特將成為美國公民 報道指這位勇於評擊中共的球星 屆時將改勝為自由 以彰顯他不新的追求 上週坎特在接受The Story採訪時表示 即使職業體育界的大部分人對中共侵犯人權保持沉默 但總得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 他說有那麼多運動員 那麼多演員 那麼多歌手和說唱歌手 他們不敢說一句批評中共的說話 因為他們太在乎金錢和代言協議 以及他們效力的球隊說什麼 他們應該知道一件事 應該秉持道德和原則而不是金錢之上 在涉及中共侵犯人權以及西藏、香港和台灣爭取自由的地緣政治問題上 坎特是最直言不諱的NBA球員 他還呼籲國際奧委會放棄2022年在北京舉辦東奧會 坎特尤其在維吾爾人遭到種族滅絕的問題上大力評擊中共 常常腳穿一箱大有唱到人權標誌的運動鞋被受觸目 這位擁有眾多粉絲的NBA巨星表示 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仰慕職業運動員 因此球員更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方式 坎特少早接受CNN採訪時透露 今年夏天他從此關注土耳其的人權狀況 轉移關注中國人權 他說十年來他一直都在批評土耳其的不公義 沒有人來找他麻煩 但一批評中共馬上電話就響不停 NBA的人都來勸他不要發聲 現在騰訊已經取消坎特所在的 塞爾蒂克隊的轉播 但坎特表示人權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華爾街日報》報導 五個大樓最新的全球態勢評估審查了全球軍事資源 而改善關島和澳洲兩個基地的機場和基礎設施以對抗中共 評估只在加強美國龐大的軍事能力和拜登政府戰略重點之間的聯繫 以對抗中共的軍事集結 國防部預計在11月29日稍晚公布該評估的非機密版本 其中明年在關島將開始基礎設施改進 關島擁有一支龐大的海軍和空軍特遣隊 以及數千人的美軍 在澳洲海軍陸戰隊輪換部署 兩個基地都是華盛頓抗共戰略的關鍵 兩地機場的改善將擴大美國運送軍隊 進出該地區進行部署或應對衝突的能力 官員們透露一些與審查相關 並與當前戰略保持一致的部隊轉移已在進行中 如向澳洲部署、飛機和後勤能力 以及在韓國永久部署一支攻擊直升機中隊和炮兵師總部 防務專家表示 該審查沒有對亞洲軍事力量進行大規模調整 這表明美國在兼顧抗共和保持其他全球承諾方面面臨挑戰 美國國防部未來將繼續分析中東、歐洲和非洲的軍事態勢 一位高級國防官員表示 即使預計這會導致戰略的變化 但全球態勢評估並未發現需要進行大的調整 明年初出台的新國防戰略之後可能會有更多變化 在非機密版本評估入面 歐洲方面 國防部稍早取消了特朗普政府官員去年宣布的可派網 德國的2.5萬名美軍上限 國防官員還通知比利時和德國 根據基地整合計劃 美國將在先前標記為返回東到國的7個地點維持其存在 在中東《華爾街日報》6月的報道稱 五角大樓正從中東撤出8套外國者反導彈系統 表明對該地區的軍事存在進行重大調整 不過奧斯丁上週在亞聯遊和巴林港 美國對中東安全的承諾是堅定而安全的